很多朋友说吃沙柳好麻烦 因为要兔子 今天做一款沙柳柠檬果茶 好喝又方便 耐心看完非有收获哦 现在是吃沙柳的季节了 你们吃这个沙柳 喜欢跟这个籽一起吃吗 不沙柳的小技巧 一步牵起四饼干干哈 那先泡一副乌龙茶 把这个茶要泡出它的香味 就发起香味了 先放一大开冰开 柠檬 先把它压碎 就发起这个柠檬的香味 然后啥料夹进来 一起用擀面杖压碎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点个赞 鼓励一下吧 你也可以点击我的头像 刚看以前的视频 然后锅拌一下 哇好漂亮啊 还有一种方法 可以用这个表发袋 把这个沙柳 把好的沙柳 打到这个表发袋里面 慢慢变 用手 我好想吃啦 你好想吃啦 好 拿它挤出来哈 哈哈哈哈 像不像吃啦 小伯 像啊 这个就慢慢这样挤 后面没有多少汁的湿 就有点费省进了 好了,你看,炸光了,这个汁,就剩下这个纸了 放一块冰块 这是小开的 加20克糖桂花 嗯,太香了 加100克泡好的五龙茶 再加100克打好的沙流柠檬汁 然后搅一搅 再放两块,柠檬点缀 盖起盖子 哇,太漂亮了,太想喝了 先尝尝 十二榴柠檬果茶做好了 真是太好喝了 喝了一杯,加着两杯三杯四杯五杯 都还想喝 做法也特别简单 我不允许你还不会做哦 当作哦,为你更新更多家常美食 然后再加一杯四杯的 一杯五杯的 四杯的 一杯的